5月10號 有網友在網路社交平臺上 爆料中共海關瘋狂撿護照的事情 這位網友還披露了他被海關盤問的細節 他說 在出境通關時 要盡量找符合中共口味的理由 才有可能被放行 另一位網友發文說 他持留學簽證去加拿大讀大學 但在出境時被邊檢人員追問去加拿大幹什麼 還問加拿大的學校有沒有線下課程 當他回答目前還是線上課時 邊檢人員直接把護照撿了 還反問他 沒有線下課 你出去幹什麼 比如說出入境管理法 公民他有人身自由 有自由的出入境的權利 不管到國外旅遊經商 就學 訪問 從事科研活動 參加學術會議 等等等等各種各樣的因公因私的這樣的目的 甚至是移民 那麼這都是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另有網友在推特貼出中共海關加強安檢的一則通知 網友說 這兩天看到有人說出境被海關檢爛護照 我很難相信 剛才看到上海浦東航站樓的信息 凡惡意出境的 一概銷毀卡證 中國真到了鎖國的地步嗎? 要加強對中國公民的人身控制 把中國人全部牢牢地綁在戰車上 讓中國公民能夠逃離中國大陸 要減少中國外部世界和西方的接觸 所以為了更好地對中國人進行腦控 進行宣傳灌輸 那麼他們是不願意讓中國公民出國的 除了海關檢查出國 撿護照 有微博網友還透露 他所在地區現在已經停止換發護照 網友說 本來預約好了 但到現場卻不給辦 也沒提供具體理由 就是現在出國的人當中 絕大多數是出於對中共不滿的人 還有就是想逃離中共這個控制環境的 因為中共這個社會現在這個生存環境 不管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這個環境 越來越惡劣 另一位打算帶孩子去美國讀書的網友說 自己孩子的護照已經過期 在幫孩子續辦護照時遭到了相關部門拒絕 理由是 孩子年齡太小 不宜過早接受國外教育 長期代理中國學生留學海外業務的廣州中介機構黃女士 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政府已經暫停公民出國就讀中小學的簽證辦理 希望中小學生在國內接受中共的教育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表示 中共嚴控民眾出國其實另有目的 儘管中共嚴控民眾出國 但百度數據統計 近期有關移民的搜索量 環比上漲了20多倍 賴建平表示 這反映了中國民意對政府現行政策的不滿 以及對中國社會空前的絕望和擔憂 所以他們想要趕緊逃離 這樣 sang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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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克決起來